今天上午新北市长侯友宜来到淡水中列祠 进行革命先烈阵亡将士继续难同胞的春季典礼 市长率领着市府的机关首长 以及新北市29区的区长 以及议警议销代表 在淡水的中列祠祭祀追思 市长侯友宜表示 今天是青年节 也是纪念感谢烈士议事复出的日子 每年市府都会来缅怀 曾经为中华民国付出的革命烈士 发扬牺牲助人的大爱精神 今天是3月29号青年节 上午新北市长侯友宜来到了淡水中列祠 进行革命先烈阵亡将士继续难同胞 春季典礼 市长侯友宜上午10点到了现场担任主继 率领市府机关首长 新北市29区的区长 以及警议销代表总共有300人 在淡水中列祠祭祀追思 市长走进了大厅 表情严肃 依照流程 向阵亡将士以及训练同胞们的牌位 献花祭拜 329号是我们革命先烈为国家牺牲奉献 最值得我们祭练的日子 我们今天在我们新北市淡水的中列祠 我们国军的革命先烈 我们来好好的怀念祭祀他们 春季典礼简约隆重 猎翼是家属以象征纯洁祝福的白梅格花 替代祭祀用的香来吊祭 另外今天有一位生前在海巡署担任空勤吊挂分队的队员 柯伯承在去年底因为执行彭家与货轮医疗后送任务 当时因为海象不佳 过程中柯伯承受撞击之后 因公殉职也在今天的仪序当中入室了淡水中列祠 同时也有一位海巡署的柯伯承烈士因公殉祖了 所以我们今天也办理他的亡灵能够安置在这个地方 我们每一年在329这个时间点 免败革命先烈对我们国家的奉献 我们永远记得我们要秉承这个精神 为中华民国尽所有的力量来照顾我们所有的市民 我们也记得这些人曾经为我们打拼过 我们永远怀恋他们 而市长侯友宜也向家属握手致意 市长表示今天是青年节 也是纪念感谢烈议士付出的日子 每年市府都会来举办纪念仪式 来缅怀曾经为中华民国付出的革命烈士及忠勇义士 发扬牺牲助人的大爱精神 淡水忠劣词在民国42年设立忠劣词 供奉对象包括了忠勇爱国义士 以及具有冒险救难精神的英勇壮烈 牺牲劣势 也希望这样子的壮烈精神可以永远流传 记者许多安逸 到许三毛报道